之间的协议是迈向中东和平的一步 并表示自己期待在不远的将来 访问塞尔维亚和科索沃 嗯 这个风格很特朗普 塞尔维亚此举意识激起千层浪 不但俄罗斯震怒 欧盟气得跺脚 就连中国也十分不爽 尤其是在塞尔维亚与科索沃签订的条约当中 有一条对中国来说非常刺目的条款 就是他们双方宣布将移除不可靠的5G技术 我们一个一个分析 首先俄罗斯震怒是因为塞尔维亚 本来一直是俄罗斯的铁杆小弟 虽说中赛关系也不错 但俄赛关系远比中赛要铁得多 塞尔维亚长期受到俄罗斯援助 两国关系有点类似我们跟巴铁这种 虽然在苏联时期 南斯拉夫和苏联关系曾一度恶化 但是这并不影响塞尔维亚和俄罗斯败靶子 一方面塞尔两国都是斯拉夫人后裔 有共同的宗教信仰 另外从地理位置上讲 俄罗斯有借到塞尔维亚 南下地中海的战略需要 而塞尔维亚需要借助俄罗斯的力量 维护对科索沃的主权 所以这些年两国关系亲密的恨不得穿一条裤衩 此外在加强塞尔维亚国防 联合军事演习等方面 普京也大力支持 总之为了不让塞尔维亚转向北京